普京身亡后,中国以谁为伴? 你是跟未来的美国和欧洲主持下的新俄罗斯政权合作呢? 他会跟你合作吗? 新的政权会接受你的习近平和过去普京这种关系吗? 如果是战乱的话,中国又能做什么呢? 是吧,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。 所以说,普京先生和习近平的过去的个人为主导的两国关系 不管俄罗斯走向何方,对习近平先生,对中国人民都将是灾难的结果 希望在俄罗斯的华人和战友们一定要做好长期规划 这就是中国人将为过去十几年的愚昧无知 和习近平的独裁和王岐山的这种盗国经济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就是普王后的俄中关系